亚加达亚运会 2018年女蓝世界杯即将在西班牙打响,显而易见,如果说中国女蓝在亚运会中考中成绩优异,那么女蓝世界杯,显然是他们大考的日子。上届世界杯,中国女蓝在马赫的带领下,获得了排名第六的不俗成绩。 本次女蓝世界杯小组赛共分四组,共有16支球队参加,中国女蓝备份在了低组,同组除了拉脱维亚和赛内加尔队,还有实力强劲的美国女蓝。 而根据规则,小组第一名将直接晋级前八,每个小组的第二第三名将站开交叉淘汰赛,以决出另外四个晋级八强的名额。 对于中国女蓝而言,由于小组赛要面对最强对手美国队,因此要想取得小组第一直接晋级八强,几乎没有可能。 根据赛程,中国女蓝世界杯首战,将迎战欧洲竞旅拉脱维亚,中国女蓝只要全力力拼,有望取得开门红。 相隔一天之后,中国女蓝将遭遇小组最强敌,上届未免冠军美国女蓝,要想暴冷去胜难度不小,中国女蓝力争小输当赢,而小组最后一战面对老队首赛内加尔队,中国女蓝在实力和心理上都有一定优势。 离约奥运会女蓝小组赛第二场,中国女蓝101比64大胜赛内加尔,取得当届奥运会的首胜,而最近的一场热身赛,中国女蓝也以93比67战胜赛内加尔队,本届女蓝世界杯将于9月21日在西班牙打响。 中国女蓝小组赛具体赛程如下,均为北京时间,9月22日18点中国vs拉托维亚,9月24日1点中国vs美国,9月25日21点中国vs赛内加尔,敬请各位网友和球迷关注,在此,也预祝中国女蓝大考顺利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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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